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著名的美国参议员卢比奥 昨天警告这个世界 中共正在云良下一波更大的病毒袭击 卢比奥参议员是美国曾经竞选过总统的参议员 他是共和党内的重量级重磅参议员 而且作为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他有权阅读美国最机密的情报 所以说他掌握着中共病毒战的一些绝密信息 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记者采访时 卢比奥在昨天指出 新冠病毒十分可怕 已经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但是更危险的是 中国一直在进行更危险的病毒实验 而且美国的情报表明 中国已经掌握了更致命的病毒 比新冠病毒更加可怕 前几天实际上网络上就传出消息 说中国的病毒学家 很早就从新疆文字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病毒 已经把它提取出来 可能正在向中国的病毒学家 对蝙蝠身上的新冠病毒进行功能增强研究那样 中共专家有可能在新疆的这种文字病毒上面做文章 也就是说给它增加一些艾滋病基因片段 或者是一些感冒基因片段 因为感冒基因片段主要是为了 使它方便能够在空气中传播 这样中共就有可能制造出来 让人类迅速地感染的病毒 而且危害更加严重 所以说这个消息看来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中共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 我们知道中共面临着国际社会 越来越强地追究 查清真相 追究责任的压力 因为毕竟我们中国人知道 中共是研制了新冠病毒 并且蓄意传播了新冠病毒 而且给人类已经造成了差不多1.8亿的感染 另外还有将近400万人丧失生命 所以说国际社会不会容忍中共继续犯下这样的罪行 肯定要对中共进行孤立 并且制裁索赔以及最终的军事打击 所以说中共现在目前已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就是很难逃避被消灭的可能性 或者说这种命运 所以中共就非常有可能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就破罐子破摔 再次对人类展开病毒 释放出来更危险的病毒 因为它还是希望有更强的病毒 使得美国和欧洲丧失军事作战能力 从而使得中共一家独大 这样中共就可以实现它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 也就是说农易全世界征服全世界 中共的这种想法当然是太狂妄了 但是它的确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而且现在它很难收回去了 因为中共现在它已经站在了人类公敌的一面 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敢进行 这么疯狂的病毒制造和病毒传播 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什么不能够进行这样的病毒研制和传播呢 因为第一他们担心会失控 因为人类的能力其实是很有限的 虽然说在计算机在电脑在很多方面都取到了巨大成就 但是在病毒学方面人类迄今为止的就是说成就还是有限的 人类还不注意驾驭病毒 所以在这个领域呢进行的任何科研或者尝试呢 都要异常的小心谨慎 美国欧洲是按照这个方针来进行这个有限的实验 因为还有一个呢 美国呢政府呢 他也不允许这个科学家进行这方面的太多的研究 因为呢这种病毒一旦产生出来呢 当然他可能对敌人构成威慑 但是他更有可能伤害自己人 也就是说呢这个病毒是不认人的 你比如说现在中共他向全世界释放了新冠病毒 但是像他以前他可能选择的品种呢 对自己伤害不大 所以说呢他没有在中国的各大城市 甚至整个东亚的各大城市 进行就是说呢 传染的就是说呢比较多 或者说造成比较多的危害 但是呢现在呢这个病毒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转折 尤其在印度形成了这个变异的德尔塔病毒以后呢 那就对东亚人种对中国人构成了危害 现在呢他们说呢 广州这个深圳还有东莞还有佛山 也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之所以异常紧张呢 就是因为中共专家发现呢 这正是这种德尔塔病毒 它的传播能力要超远远超出武汉病毒 所以说呢中共呢就是惊慌失措 现在呢采取一些异常狠毒的措施 限制这四个城市人民的自由的这个生活 企图呢想扑灭这种德尔塔病毒 但是可能为时已晚 因为这个病毒呢有可能已经翘翘的传出来 现在正在中国各地迅速传播 而且呢有可能运粮风暴 所以在这种情况呢也有使得中共呢 有可能呢再进行更多的 这个对人类展开更多的病毒战 还有呢这个国际社会呢 面临目前这种情况呢 就要得赶紧采取果断的措施 所以卢比奥警醒大家呢 就是我们人类已经非常危险了 首先呢我认为呢 人类首先应该断绝跟中共的联系 也就是说呢在没有彻查 中共的这个病毒战的来龙去没 没有能够杜绝这个中共病毒战的危害之前呢 首先呢要切断跟中国的人员和物质联系 因为否则的话呢 中共随随便便呢 就可以通过它的外交邮带也好 通过它寄送的那个什么物品也好 或者说是它的阿里巴巴商品也好 它就很轻易的能够把病毒寄出来 寄到美国寄到欧洲 寄到它想要去的实际上任何地方 然后由当地的特工打开 一个特工只要自己身上注射了这个疫苗 然后就可以重重拥拥地带着这个病毒 到超市到地铁 到各种各样的商店商场 或者人们的活动中心 把那个病毒抹在门把手上 或者栏杆上 或者地铁的扶手上 或者商店的这个柜台上等等 总而言之呢 用各种方式呢 把这个病毒呢传播出去 这样呢就使得人类非常危险 其实人类经受这一次的折磨 已经处在一种严重受伤的状态 如果再来一次更猛烈几倍的病毒的话 那不仅可能造成几千万人丧失生命 最主要呢它可能使得人类处在一种精神崩溃的状态 也就是说呢 你不能让人类长期处在这么一个禁闭式的生活状态 否则的话呢 人类真的感觉到这个世界太可怕了 就不会像以前那么热爱生活了 明��hd���世上 我现在正面今天ata корot亲